大家好 我叫杨晶元 24岁来自黑龙江 2012年毕业于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韩语系 之前在韩国外国语大学语学研修一年 回国之后曾联合创办过一家食品公司 这之前还做过一份总经理助理兼项目经理的工作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是想重新定位自己的职场方向 开始自己新的职场生涯 谢谢大家 你的推荐理由呢 晶元是一个非常大气 然后非常阳光 热爱生活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过去的经历也非常的不错 曾经有过创业的经历 并且我认为她的这个创业经历可能跟现场的某一些老板的 对员工的这个需求是非常的匹配 所以我推荐她 为什么想到去韩国呢 因为大学的专业就是韩语 所以说争取了去韩国研修一年 韩国的女人和中国的女人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跟中国女人最不同的两点是 她是两面性比较强一点 中国的女性可能说在男朋友面前比较随意 可能还会有比较汉子 比较野蛮的一面 但是韩国的女孩子恰恰是相反的 在欧巴面前就会很小鸟一人 会很淑女 很可爱 模仿一下 现在你进入韩国模式 约我看电影 跟图老师约了看电影 但是图老师迟到了 行 来完了 稍等啊 稍等 再说一遍 还没过瘾 再说一遍 我们一下子没缓过神来 再来一遍 我突然有蓝色生词练的感觉 对 她那种阴阳顿挫 和这个中文的阴阳顿挫是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 是什么呢 是说亲爱的哥哥 你来得这么晚怎么办呀 我等了这么久 我都生气了 然后呢 下面还可以这么说 可爱一点的 可爱一点的 但是 但我爸爸真的疲惫 我才能够撒住面 看起来的那个 叮叮 这个后面的更舒服 后面这个更舒服 我有准备让我老婆学韩语 我翻译一下后面的 我说但是呢 如果哥哥你给我买 很贵的很好吃的东西的话 我就不会生气了 然后最后一个韩国的女孩子经常会 比如说跟对方提出要求的时候 会说 冰冰这样的就是撒娇的状态 冰冰 小冰果来一个冰冰 快点 她的意思身上我是挺明白的 但是冰冰 我很想有一脚踹死他的感受 马上来一个东北模式 快 马上进入一个东北模式 也是看电影来晚了 谁让你来这么晚的呀 等这么半天不知道吗 我告诉你 你必须得给我买好吃的 要不然我肯定不解气 我跟你说 今天电影就别看了 很有收获 很有收获 接下来说说你的求职经理 做过总裁助理 对 是创业吗 不是创业 是创业之后 然后做了 从那家食品公司出来之后 有了半年的 一开始是有创业的 对 联合创始人 是干什么呀 在韩国吗 没有在国内 在北京 一家食品公司 干什么 做常务主管 常务主管 对 跟我创业的这一位呢 是一位草根民营企业家 是一位长辈 我们很少会选择一个长辈 跟自己一块创业 这个产品是什么情缘 食品是熟肉加工 就是通俗一点说 像扒鸡啊 香肠啊这类的 那你们那个资金 那个入股是 你是入的现金 还是怎么样 我出的力气更多一些 就是给你是 干股对吗 对对对 你占多少股份当时 干股多少 当时是承诺是给我10% 那我想问你啊 就是你觉得 他为什么要跟你联合创业 就是他看中了那一点 他为什么要找你这么一厚声 看中了你什么 看中了我是本科学历 因为这是一位草根的民营企业家 他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 那本科学历很多啊 干嘛要找你啊 我给打断一下 这长位是什么交往圈子啊 现在本科学历的人 百分之八九十都本科学历啊 我很坦率地回答这个问题 确实是这样 就因为他这个 他所需要的这么一个人呢 是首先要有本科学历 另外一个要有 吃苦耐劳的草根精神 这个精神是我具备的 是他 是他在接触的很多 80后90后身上当中 他没有看到的 这是我所具备的 我可以非常自信和坦荡地说 所以主要不是本科学历 因为他其实80后90后 肯定都是本科嘛 基本上大部分本科嘛 其实80后90后的孩子 我在这家公司任职之后 我才发现 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 是没有这个学历 孩子 你是什么 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是没有这个学历 他是管理者 他这个心态是对的 这个人是不是跟你有亲属关系 可以这么说 远亲 远亲 好 我接着问 那你们一共 这个创业的项目 有多少员工 销售员工是 现在已经近百人了 我当时在的时候 是70人左右 70人都是由你来管吗 整个后方的工作 全部都是我来做 包括销售团队的 直接带领 那你这70多个人 他们的知识结构 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有本科吗 他们都不是本科 他们最高的学历 是我在办公室的 行政的文员 助理是大专的学历 是最高的学历 都是一些农村出身的 一些比较能吃苦的 进程来打工的孩子们 你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公司呢 如果做得不错的话 确实做得很好 然后我只检讨我自身的原因 因为我的阅历比较浅 在用人的方面 我们是出了一些冲突的 就是在管理人员方面 而不是一线的员工 什么冲突 是他要坚持用一个人 然后呢 这个人 我是坚决不要用他的 说他为什么坚决要用 你为什么坚决不要用 他跟那一位管理者 是有一位 可能是有一些冤员 在之前是我所不了解的 他有关系 有关系 另外一个 我的认为 而且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他是在给企业 带来了很多损失 在某些程度 哪些损失 私心比较重一些 然后他认为 比他能力强的人 因为他跟这位老总 是有冤员的 他认为 他比较能力强的人 能够威胁到他地位的 他都会把他清掉 如果说 如你所说 你在这个联合创办的企业当中 又有股份 并且经营的状况还不错 你自己经营的这个 贡献也非常巨大的话 对 这个公司现在 但还很好的运营 他为什么在两者之间 接纳了你离开 而不是让那个人离开 所以说 当时 我因为这件事 就真的很憋屈 用我们 就是通俗一点的话说 然后心态 一直都不是很好 然后一直也想不明白 因为我们可能像 我们还是有亲属关系的 但是我一直抱着一个 因为他是长辈 他的想法肯定是 要比我更周全 他要考虑大局 他对这个企业的爱 是不亚于我的 所以我选择离开 然后选择新的环境来成长 让自己的心胸 他挽留了你吗 他有挽留我 但是挽留我的同时 这个人还会继续存在 如果在下一个企业当中 出现同样的问题 你又会怎么做 你还离职吗 然后非常巧合的是 我在做总助和项目经理的 这个工作当中 也经历了差不多类似的 你后来的一份工作当中 又经历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 我自己也明白了很多道理 你明白了什么 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问心无愧 然后做到真正工心 为企业去着想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然后不用过分的执着去追 你说的不对 你最后一句话说的是 为企业来着想 但是你恰恰没有为企业的利益 去坚持 有时候在企业管理过程里面 你作为一个管理者 不是一个普通员工 你应该把在人情和企业力之间 做选择 你离开就是选择了人情 而不是选择了企业力 因为当时 当时我的那个状态 就是没有办法走出来了 已经到了一个很负面的状态当中 这样这样这样 大家心里先有个数 好吧 心里先有个数 有一个基本判断 再接着我们慢慢地了解 好吧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请 还有十一闪灯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才 来吧 陈昊说一下灭灯的理由 其实员工到一个企业里 不是去制造矛盾 也不是碰到矛盾就掉头就跑的 我觉得你还是要正常的 这个处理职场的 一些价值观的能力 把矛盾处理好 金元我看你在韩国的经历还是蛮丰富的 波士团新成员孙宇晨 锐波科技创始人兼CEO 中国首家分布式清算系统与产品研发公司 服务于金融机构与粉丝经济 拥有硅谷全球领先的清算技术 不光你在这一个韩国的学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对 而且你还帮助过这些三星这些的高管 跟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培训的关系 有一点我就不太了解的是 为什么突然一下你回国之后 马上从事这个补食品呢 这样一个在我看来和刚才韩国的这个经历 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工作 首先呢就是 我心中一直都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就是能够创业当老板 然后呢 虽然做这个食用加工事 我父母曾经从事过这个行业 就在我很小的时候 所以我是在柜台边上长大的孩子 就每天迎来送往的 我对这个氛围还是比较熟悉的 而且我站在柜台后面也不会觉得 哎呦摸不开 我是一大学生 我在这站柜台什么的 基于这个小小的梦想 另外一个无论它是什么行业 它做成规模之后 它都是一个企业 都是一个给社会创造价值的这么一个 还能完成我梦想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 另外一个就是80后90后当代的 就是大学生非常缺少的一个 就吃苦耐劳的精神 另外一个对社会的认知不够 他总是想你给我什么呀 你给我什么 然后我就想 一是可以创业 然后锻炼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 太长了 这种营销自己的方式 会让人记不住你的卖点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面试状态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讲什么 到力求完美讲的 头头是道 哪有面试人员这么回答问题的 面试人员如果真的是来面试 一二三卖点 他想得很清楚的 而你是从头彻头彻底 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 很完美的创业者 而且你的情绪 一直没有从这件事走出来 面试到现在为止 还剩不多的时间了 还在讲这件事呢 这就是你今天把自己 营销的营销结果 像可能你对自己 对这个公司的贡献的评价 和老板对你在这个公司的 这个贡献率 两人的评价是有差别的 可能你会放大 你认为这个公司的业绩 给我做了极大的贡献 但是老板觉得实际上不是这样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 就是说他们因为这样的心态 在第一次创业 作为核心创始人的时候 多半会认为非我不可 对非我不可 但是在失恋之后 多半会夸大失恋的痛苦 对 那我就检讨一下 其实你刚才一直说检讨 你一直都没检讨 你从来没听到 你说任何一个 你在那一段公司当中 你的错误 没有听到 其实我跟陈浩的感觉一样 我觉得他还没从那件事 当中走出来 他始终还是 他虽然一直在强调说 我只说我自己的问题 但是其实你一直认为 自己都是对 可能我 因为我真的付出了很多 进了很大的努力 我们这样 我们来问一下 你这个应聘的是 旅游和餐饮类企业 你岗位是什么 我其实是挺想做一个 餐饮行业的一个店长的 职业发展方向 就咖啡之一是吧 类似于的这种 或者说就是我想离市场 和营销方面都近一些 来吧 选吧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请选择 好 还有自展灯 为你保留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十位 叶子龙 我给你一个职位呢 是管培生 管培生做什么呢 未来呢 我们加盟连锁业务 会拓展到全国 你呢 做这个加盟经理 帮助别人创业 帮助投资者 加盟我们这个企业 黄欢 我刚刚一次都没有说话 因为我一次都在听 博士团新成员 黄欢 焦阳兰多董事长 焦阳兰多产后调理恢复中心 为产后女性提供 个性化定制服务 迄今已在全国发展店面 337家 已为30万名妈妈提供服务 买益率高达97.8% 其实我觉得你是个 特别要强和好胜的人 我觉得其实这个挺好的 而且我刚刚听你在说 你愿意做一个店长的职位 对 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提供 店长的职位 而且我觉得你的个性 是很善于给人交流 甚至把控性很强 控场性很强 所以说我觉得 我可以给你提供 在北京店的店长的职位 好 谢谢 唐玥明 我们跟韩国有很多方面的业务 所以想你来做 这方面的商务沟通的一个 培训生这样一个职位 张阳 我们自己会开一个线下的 有科技感的这种餐厅的实体店 体验店 像苹果店一样 那我们需要一个店长 我们未来一年 会在全国开100家店 那也希望你有这个机会 能够去参与 还有四盏灯 接下来你要考虑 灭掉其中的两盏 留下两盏 回到这里 请 她走向了右边 谢谢您 不好意思 谢谢 请回 这两个男人匹配 有请叶子龙 张阳 谈钱不善感情 你们两位写好了吗 写好了 请揭晓 五千加的六千加 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这两位老板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是底薪以外的部分 差不多我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 这是你管培生的收入 你做了这个加盟经历以后呢 你会有大量的业绩提成 这两面都是试用期的还是 都是正确的 六千加是你的工资 然后前三个月是试用期 应该是八折 然后正常来说 我们这个加的话会比较多 因为跟企业的业绩是挂钩的 那么过万 通常都是过万的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梅尔木 一桃食 或者是谢谢再见 我选择一桃食 去吧 还是找到了一家 就是说做餐饮类的 可以我能 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可以为这个公司 利用我过去的经验吧 要尽致大努力 给在这个公司里边 发光发热吧 是